主料,排骨一根,玉米一根,胡萝卜一根,辅量,黄豆,梅豆,莲子,葱,盐,马蹄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准备,排骨一根,胡萝卜玉米各一根,莲子黄豆,梅豆各适量,马蹄少许,将一块,排骨洗干净,焯出血水后盛出,高压多加适量水, 放入洗好的莲子豆子,放入桌水后的排骨,胡萝卜切块,有时间就学学切切花样出来,玉米切断,和胡萝卜一起放入锅里,马蹄去皮,对半开,所有材料放入锅中,水刚刚没过食材,按煲汤减,40分钟后,加一点点盐,就可以享用了,撒上葱花,秀色可擦,烹饪技巧, 胡萝卜焦汤有骨干甜味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